欢迎光临 您几位 有人了 上上来来来 这儿 爸 都煮好了 这儿 好好吃 怎么忙到这个时候 平时你也这么晚吃饭吗 看情况不一定 你能不吃就不吃 你一个人在外面出啊 爸爸最操心的就是 你不好好吃饭 来 蘸你这个吃 这个香 不用了 你猜一猜 你瘦啊 你别像别的女孩子一样 天天减肥 还是健康点好 不是你们觉得我胖吗 从初二开始 我的晚餐 只有煮价跟煮青菜 这 都贵了 都贵了 来来来 现在多吃点 来来来 找我有事 微信转账给我说 来 拿着 一个人在外面 手头宽裕点 不用 我有钱 你的收入不稳定 现在家里情况好 干吗非得挣那个辛苦钱呢 我看 你还是找个稳定点的工作 你要是来教育我的 你就不用说了 我上次跟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你跟你妈还记什么仇啊 都快三个月了 你不回家 你连个电话都不打 有必要搞成这个样子吗 她不是说了吗 我要再不听话好好找个工作 就不用回去了 你妈也是希望你好啊 她是希望我多挣点钱 她不是老在家抱怨吗 早知道现在这样 以前能赚钱的时候 就应该多去拍点广告 多赚点钱 多攒套房 你妈 你妈她有的时候说话不好听 还跟奶奶说我懒 打我记事开始 别人家小孩都在好好学习 就我在不停地工作 拍戏 拍广告 挣钱 我进入青春季以后 我每天晚上要喝一大杯 柠檬水才能睡觉 为什么呀 因为我饿呀 我饿得睡不着 以前去到哪儿 都恨不得带上 现在呢 别人问我在干什么 她都不好意思开口 嫌我丢人 我就不明白了 我凭我自己的努力工作 以前是 现在也是 我哪里丢人啊 是 多吃点 爸 占据也会吃 老婆 回去开车处于安全 散散 过几天就是你妈的生日 她今年午时 按照家乡的风俗习惯 得办一下 竟然算了 你一天 如果是你妈这边 我是因为艾长的 有你的蜂羊 我和我一双目 你我也不适合 想起来 我看起来 4 干掉 你不要丢人 啊 你不懂 我不吃那个酱料 不是因为怕胖 是因为我对沙茶酱过敏 你都忘了